據說高耀傑醫生被稱為中國防哀的第一人 防治癌滯病應該是一件善舉了 據說李克強、吳怡夫總理都曾經見過他 那他為什麼要來美國呢?他是得罪了什麼人嗎? 他得罪的人多了 那河南省政府、中共河南省委那幫人他都得罪了 那最重要的他得罪了中共 不管他做了什麼事情他對老百姓幫助有多大 但他暴露了中共的罪惡 對中共來說那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那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 荷蘭省搞了叫血漿經濟 就是用人血來賺錢 那真是吃人血饅頭的生意 主要是抽人的血做各種生物質品出售 在抽血過程中 因為設備使用問題還有消毒各方面問題 導致艾滯病大規模交叉感染